好来我们看SPM 2015的这一题 at a certain day 然后有一个人他养鸭养了3000只 然后他supply to a wholesaler批发商 然后隔一天的时候他卖250只鸭 然后接下来每一天也卖250 然后他会呃 喂那个鸭 before他卖那个鸭的时候 然后如果他呃一天 的那个饲料是五毛钱 然后 calculate the total cost until his remaining duck 500 所以在这一边呢我们知道我的第一天的时候 a是3000 然后我的tn呢是500 到500的呢那一天的时候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3000 ok 然后这个是啊 aerometric progression来的 他的d是每天减250 ok 加n减1 减250 等于500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这一个 我把我的这一个3000搬过去 所以我就有n减1 乘减250 等于negative 2500 500 减3000 就是negative 2500 所以我的n减1呢是negative2500 除negative2500 然后他这个是10 所有的n等于11 所以他到第11天的时候 他剩下500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呃 要知道他的剩500的那一天 他总共花了多少钱 所以我在这一边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的那一个呃 这一个是第11天嘛 所以我算se lo se 11 等于11 12 然后2 a 加 n减1 10 d 减250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他就有11 12 12 然后乘 2 乘 3000 加 10 乘 negative 250 ok 所以我拿到的会是等于19250 19250 所以他的cost呢 会是等于19250 乘以 53 所以这一个乘0.5 然后我拿到是9625 RM9625 RM9625 so他总共 那11天为了这么多只压 11天为了这么多只压 19250只压 然后过后呢 啊 他的那个费用呢 就是这一个 ok 这一题呢 其实我 可以用 excel list的方法 list出来检查的 so 在这一边我们知道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是3000 每天扣250 所以我在第一天的时候他是3000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呢 他是等于上面的减250 ok 然后我的这一个刚才我算到第11天 所以这一个我copy到这一边来 所以第11天的时候是5吧 所以他总共全部在这一边他的那个sum呢 ok 他的sum 总共的sum等于全部的这些加上来 所以19250 然后在这一个乘0.5 所以是9625 所以是这样 ok 好 所以如果我要检查答案的话 我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检查答案 这一个是暴力破解法了 ok 呃 这样 ok 好 嗯 好这一边我就讨论完了 2015的这一题